謝謝徐少年導演的才華與溫柔 不善言辭的小認識 遇過最為演員遭響的導演 合作了三次 才在有生之年 聽懂他說的過生活 對不起 嚇得這麼小 謝謝他的口頭禪 起婚後 謝謝他賦予了高家月的逞強與善良 一個演員能遇到好導演三次 是我的運氣 也是我的運氣 當他的演員是幸福的 我也很幸福 最重要的是 謝宇薇 謝謝他這幾年的陪伴與包容 容忍了我對角色的常識與任性 胖胖瘦瘦的很不健康 抱歉讓你擔心了 我會開始注意身體健康的 祝大家拍戲順利 祝大家拍戲順利 起婚後讚讚讚讚 大家好我是賈靜雯 今天很開心在金中五九跟大家見面 大家晚安 我是詩琳 今天剛剛看到在座所有的男主都非常的chill 只有一個人很緊張就是跟我一起搭檔的曾敬華 怎麼搞的 不要緊張 但是我要講今天很開心跟三次得獎金中世帝的士林一起頒獎 我很榮幸 幹嘛 不可以講是不是 好了好了 但還是得獎啦 好了好了 所以現在 沒有 我要特別謝謝金中獎的邀請 讓我可以一起參加今天晚上這個這麼盛大的party 然後讓我有機會可以跟我身旁這麼美的家姐一起頒 接下來兩個非常重要的獎項 是 好 那 話不多說了 接下來就讓大家看一下 第59屆的金中獎戲劇節目男主角獎 獎入圍的有 戲劇節目男主角獎入圍的有 能回家正好 吳康仁 有生之年 聯力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柯淑源 牛大人加著愛 我在影像製作有限公司 這位最堅強的靠殘 本來以為你對師廷講究 但 傅孟博 美食無堅 奇遙股份有限公司 我只會想問他為什麼叫一趴 但都會忘記 曾敬華 不良執念清廚師 良人形影業有限公司 你有什麼資格想人家 劉俊謙 此時此刻 白玉數碼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哇 這麼優秀 那我開囉 好 第五十九屆金鐘獎 戲劇節目男主角獎 得獎的是 吳康仁有生之年 恭喜 透過鬆弛挑榻的表演方式 成功詮釋了一個失憶的家庭長子 重回人間的歷程 看似瘋跌的愛恨情仇裡 仍穩穩守住深沉的哀傷 由康仁多變的演技 再度翻新眾人的想像 你好 你好 先把包包背好 先把包包背好 包包背好 來 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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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康仁 我跟康仁拍三部片 有生之年導演許招任 謝謝 然後請我 我跟他合作三次 這次終於能幫他拿這個獎 好 我唸一下 還沒了還沒了 拿錯這我女兒給我 等一下 康仁這一個 不好意思 好康仁 謝謝評審 謝謝金鐘五九 謝謝TVBS目前幕後團隊 製作人辛儒姐 尼克哥 心田姐 小四 佳營 照顧著有生之年的我們 謝謝編劇小杜哥 林彥如筆下動人的故事 小眾 摺西融融 小豆 自由展榮 謝謝你們有 在戲裡的陪伴 謝謝媚姐與喜翔哥 能與你們一起演戲 是最寶貴的經驗 更謝謝林志鲁導演 的鬼才與幽默 謝謝 謝謝許紹恩導演的才華 與溫柔 不善言遲的小認識 遇過最為演員 遭享的導演 合作了三次 才在有生之年 聽懂她說的過生活 對不起 嚇得這麼小的 謝謝她的口頭禪讚讚讚讚 氣氛後 謝謝她賦予了高家月的 逞強與善良 一個演員能遇到好導演三次 是我的運氣 也是我的運氣 當她的演員是幸福的 我也很幸福 最重要的是 余薇 謝謝她這幾年的陪伴與包容 容忍了我對角色的嘗試與任性 胖胖瘦瘦的很不健康 抱歉讓你擔心了 我會開始注意身體健康的 祝大家拍戲順利 氣氛後讚讚讚 謝謝 謝謝